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中国一直备受外资零售企业的青睐 近期中美经贸摩擦有所升级 美方一些人要求美国公司 立即撤出中国 转回美国投资 而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超市 开市客落户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店 昨天正式开业后 中国消费者强劲的消费力 让这家零售巨头大为惊讶 去了解 昨天仅两个小时的客流量就超过一万人 每位消费者的平均花费超过一千元 在开市客的会员部记者看到 已经有13万人登记为会员 打破了开市客全球单体店会员新记录 中国大陆首家店的火爆 助推开市客的股价逆势上涨 正是看重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 今年以来 众多外商零售企业在上海增资扩资 加码中国成为他们表达信心的选择 6月7号 世界500强德国零售巨头奥勒奇的中国首店 正式落户上海 紧接着日本最大的家居连锁店 四鸟诸事会社宣布 到2032年 在中国大陆将开出一千家四鸟 超过日本本土七百家的店铺数 6月28号 世界500强排名第一 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商超巨头 山姆会员店在上海青浦开出新店 这是时隔9年后 山姆会员店在上海开出的第二家门店 也是全国第26家门店 山姆会员店中国区总裁文安德告诉记者 正是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良好表现 给了他们增资扩资的底气 我们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强劲的增长 会员数量增加到260万 销售额也取得了两位数增长 所以我们计划在上海增设6家店 到2023年 我们计划在中国开设的店达到40家 中国市场强劲的购买力 的确也让外资零售企业收获颇峰 最新数据显示 上海122家限额以上外资企业 零售额实现了同比9%的增长 我们目前在中国正在申请建立地区总部 那么应当说我们开业两个多月来的业绩 还是让我们非常鼓舞的 中国市场规模很大 而且有非常多的世界一流的 可以说新型的零售业态 增加了我们在中国进一步去增加投资 拓展业务的这样的信心 采访过程中 记者遇到了正在考察市场的 欧洲零售学院院长贝恩德哈利尔博士 他觉得目前外资零售企业 增资扩资上海是很明智的选择 因为中国消费市场巨大而有活力 对于外国企业来说 要么现在抓住机遇 要么就迟了 在市场营销方面 有句话说 要么第一或者死去 如果现在不来中国 他们就该卖掉企业 因为进入中国市场太晚 今年一至七月 上海市吸引外资商贸业项目 1506个 占项目总数的36.7% 商贸业吸引合同外资 35.4亿美元 占比达到12.9% 消费升级和上海 不断加大的开放力度 让外资企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感谢观看